遮打杯得主 章王 金槍龍手 不玩招了 拋你後面贏 整條街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拾今段賽馬結果 因為今天經常都頭痛 你看到今天開Live的時候都不是很正常 那個精神就 索勝剛才睡了幾個小時 剛剛吃完小夜 拍一段影片說一下賽馬結果 現在就好很多了 今天我首先跟大家說一個觀點 我們作為投注者買馬的時候 我們最主要不是需要一個好騎工的騎士 更重要的是 我們需要一個好鬥志 是想有真性鬥志的騎士 心態更加重要 這張照片是巴道先生 你看他多興奮 叫到幾大聲 隔著螢幕也看到他很興奮的 贏一場三班刀 那這些又不是說他賭了幾多 這些又騎士不能賭錢 不是說這件事 只不過就是 今天這隻的電源之駒 是贏得神乎其妓的 一檔 一檔都可以飛出去 今天明知是外面跑道是漂亮的 裡面是熔熔爛爛的 你想贏的話 你下半場每個都可以飛出去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騎士也知道 不過是你做不做的 你看到下半場 比如說潘頓那些緊張大師 你有沒有看到他飛出去 不會的 但綠色有料 他又會飛出去 那時候又跑第二 就是想贏 想贏 和要贏 是兩件事 你想不想贏 還有你想不需要贏 我覺得 是從你騎士拿到哪個位 已經是很明顯 掌握到勝負的關鍵 你看到今天 巴道 一檔都可以飛出去 大外檔衝 在大外檔衝 我不相信 有什麼不可能 今天一起步 寧願縮厚一點 然後轉彎已經飛出去 四五疊 這樣發力 所以 騎士的鬥志很重要 你不妨看看下半場 有什麼大騎士 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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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很明顯的方法 十分明顯 另外一邊 我想說 薛恩 只剩下一次 跑星期三 可能已經走 不過 正正我所說 騎士 騎士 未必說是很超長 但鬥志 真是不得了 真的好 今天 唯獨一人 竹馬也拍出了 還風還雨 走跑道 好像掉了銀包,我看到他拿著兩把傘 走完入面,再走外面 如果你說同學是做樣子給人看的,為什麼只有他一個人做,其他不做? 有心的 那你說今天沒有贏馬的,這個是結果沒有贏馬,但你看回他 他每隻馬都跟他走外面,他明知外面好,每隻馬都跟他走外面 他都盡力,用了一個有利的跑道,有利的跑線去跑,那不行也沒辦法,起碼他是盡力的 你看到的 還有一隻勇敢動力 那場其實也是玩命博的,因為差點是停賽的 那場阻礙到兩隻馬,而出來的時候,撞到那隻 呃,雷煙復星 然後再撞到那隻 堅尼地 撞了兩隻馬 最後就嚴厲譴責 沒有罰停賽,可能也罰得很多了 那就算了 反正騎完這一局也沒有了 那就放生他,我覺得是 因為是阻礙人阻礙得很厲害 但你看到他都 特意飛出去 然後 最後八年連環邊 希望衝回第二 所以說 這些好鬥志的騎士,就是我們需要的 投注者最需要的 反而好騎工 未必是一定幫到我的 那今天 兩個人已經是反映了 第二件事想說呢 就是關於這個 五班馬的 救馬的問題 今天 我看到,其實也不是今天了 接下來只有四五次賽事 你會看到越來越多是中下班的 五班都差不多 天天有 高班又越來越少 很多人都會運用了一個概念 就是 有一些 馬匹 如果他們的分數在淘汰線 樓下 他們會盡力去救馬 即是練馬師的鬥志會比較好 希望 贏馬或者 上名就可以 把分數在淘汰線 樓上 這個是一些另類的看法 讓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還有 我覺得 既然這麼多一隻淘汰線樓下 每一隻都鬥志好 究竟哪些是格外鬥志好的 可以再多小一小 會好一點 所以我會有 以下的想法 去講一講 但是 我只會認為 這種 購買的概念 只是適用於中小倉 是不適用於大倉 為什麼這樣說呢 例如說有些大倉 古東尼亞 方家柏 那一類 我只會這樣看 首先 五班馬匹 你真的不在乎 獎金又低 那隻馬匹多少斤兩 你也知道都是不聰明的 不然也不會降到我五班 但是同時 他又長期爆倉 那隻五班馬匹 霸了他們一個位 你又不好意思 趕走 你這樣得失了馬匹 尤其是有些馬主 可能是 都富貴的 買得起馬的之後 你沒有理由 這樣各人走 然後得失了他的 所以很多時候 來到季尾 他們都會 一來密跑 經常看到五班賽友 譬如說古東尼那隻 挺手精神 或者 他們的部署上 跑得疏了一點 但明知淘汰線樓下 都會繼續跑 譬如說 電子報貝那些 電子報貝 最近跑得不密 但他明知在淘汰線樓下 有些五班千二都不報 即是 谷草五班千二上過也沒有報 特地 格疏一點來跑 慢慢減分 我自己會覺得怎樣 這一類型的倉 當他們的淘汰線樓下的馬 未必有這麼有意欲想救 最好 陰謀論的看 最好是 去到季尾 馬會幫我走 直接淘汰 然後把位置拿出來 同時 跟馬主也有些交代 我已經盡力了 不過這隻馬真的差 沒辦法 我想 大家如果要 去用這個 舊馬的概念 去買馬 適用中細艙 中細艙會比較好 譬如今天贏的那隻 海王區 也是鄭俊偉 那些有不同 他們 只有四五班馬 怎麼都會去搏 他們不同 大艙的思維 心態 也有些不同 不過今天雖然下雨 但我可以說是天功造美 對某一些騎念來說 譬如說 徐石欠兩回合 真心希望 徐石 快點踏標 因為我覺得他來到這個場合 贏到19回合 我都覺得是奇奇的 以他那一批馬 在貴中很多都傷了 亦都是很差的 其實就是 那些質素 都捏到他第19場 其實 他合格有餘的 只不過是馬會 五班政策 是想搞死他們 但是這樣真的很無辜 亦都是很不服氣 我明明踏了標 贏到19場 你強行屈我收警告信 那真的很不服氣 我希望徐石 接下來 谷草有些四巴馬 出來跑 快點踏多兩場 真心希望他可以快點踏標 其實今季以他的倉 這個兵力 來到這個場合已經很厲害了 我都覺得 算是這樣的 另外一個 你說天功造美 對於 蔡明小也是 因為蔡明小贏了兩隻馬 包括海王的愛爾蘭馬 又是下雨特別好的 連連走運 又是在香港 變化地霸道跑的一場 贏得很輕鬆 蔡明小贏這兩隻 就是下雨地特階的馬 這樣彈掉了股東來獎 還要 蔡明小今天贏了三隻馬 根本是 近況很差的馬 有一些批都沒跑過 這樣都可以撿到三場 當然你可以說天羽幫到他 但是同時 連連走運 鬥拉斯 好像加州萬里 馬會盃的場 鬥拉斯 即是把右手連環邊 正手全部撿下去 所以蔡明小 以他今季 其實很多馬 都不是一些 厲害的馬 他那手馬都交到 現在五十多win 高東來獎 是值得他 希望 現在的優勢 繼續得到他 希望得到高東來獎 因為是值得的 特別是值得的 我不是說 梁家鎮 何宅堯 但以蔡明小 今季的手馬 我真的覺得 他是值得得得到高東來獎 特別是他 我希望 他都有一些情意結 因為加州萬里 希望他也得到高東來獎 最後我想說一點 就是關於 今天一場頭馬 就是新的高星 莫雷拉贏 我賽前也說 那次根本 頭絕真的很慘 明明撞了閘 閘內的助手沒有說 那些獸醫 又不知道 可以不知道 搞得出了 10多元 輸貴了 上一局 其實同場 我真的在鄉村之寶 我今天的Live 都是 你上次10多元 你根本89 10多倍 打死都拖著 是吧 結果89 新的高星 我只能說上一次真的很慘 那些頭絕者 因為閘內的助手沒有回報 或者整個機制的疏忽 令到你們受罪 這段影片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有個週刊 可以休息一休息 下個星期三 跑馬到時候 再去聊 晚安